我给你好好介绍一下这两位 这就是我的前女友的傻弟弟 这个就是他妹妹 没事在这里摸人家的车 这是一个老板的车 你们两个怎么进来的 法安呢 法安 这车真是我姐姐的车 你还在这吹牛啊 就你那废物姐姐 还能买得起这车 要真是他的 我们把他吃了 我怕你吃不下 一对姐弟在玩洗车游戏 弟弟是个智障 但姐姐对弟弟还是很宽容的 这时 有一对男女走了过来 男的是那对姐弟的大姐的前男友 见到前女友的弟弟妹妹 男子带着妹妹上前嘲讽 又带着智障弟弟出来溜 还是玩洗车呢 这么贵的车 起话了你们配的骑马 说话间是句句针对 说的像是自己的被碰了一样 姐姐立马反驳 这是他们大姐的车 碰话了也没事 谁是他说完这话 那么男女竟不屑了起来 女子更直接说道 当初他姐嫁给他个事 可是连十万彩礼都拿不出的 现在能开得起这么好的车 他不相信 男子又发话了 他的车正好也脏 想让姐弟来也帮他擦擦 口气更是咄咄逼人 把智障弟弟吓得躲在了姐姐的身后 这时 一女子走来 他是男子的县女友 在后面的公司上班 女友一来 就说姐弟来碰的车是他老板的 还问姐弟来是怎么进来 说完就叫起了保安 姐弟俩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好好好姐给你倒水 哎哥 那不是你重逼前年有的弟弟和妹妹吗 走我们过去看看 走 哎 你们干嘛 呀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萱萱呀 还有他那智障弟弟 哥 幸亏 我当初没让你跟他姐在一起 不然 一家都成了臭洗车的了 妹妹 你也太高看他们了 这么好的车 他们哪有资格洗啊 我看也是 我看也是只不过 是手键想蹭蹭罢了 一 二 二 二 擦 擦你个头啊擦 把这车擦坏了你俩赔得起吗 把你俩卖了 你赔不起 这是我姐的的车 你姐的车 姐的车 你姐的车 你姐当初要嫁给我哥的时候 可是穷的连十万架装都拿不出来 还拿得起这个车 你姐什么样子 我最清楚了 她这辈子 不会有出息的 你你们 你你别 我说萱萱 你姐怕是快30的人了吧 到现在都没出对象 估计应该去当你一顾了吧 幸亏我当初没有跟他在一起 要不然 我就沦路到跟你们一样受苦 我哥的女朋友 就在这家公司上班 看见那车没 我哥刚替的 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插车 刚好 我的车也脏了 去把我的车也插一插 去呀 哎天赤你怎么来了 你过来了亲爱的 嗯 来 我给你好好介绍一下这两位 这就是我那前女友 那傻弟弟 这个就是他妹妹 没事 在这里摸人家的车 这是一个老板的车 你们两个怎么进来的 法安呢 法安 这车真是我姐姐的车 你还在这吹牛啊 就你那废不及其 还能来得起这个车 要真是他的 我们把他吃了 我怕你吃不下 没事吧丁姐 没说是 哟 我当时谁在这里乱叫呢 原来是我哥的 同比前女友啊 嗯 没事 姐姐 直接带 你也不用感谢我 我 只是帮你好好管教管教 下次 我不要这么借 像这种豪车 可不是随便就能碰 我没有听错的话 是你们说 要把这车吃了是吧 虽然说 人靠衣装马靠鞍 但是你看看你穿这身 怎么看都不顺眼 即便是你穿上龙袍 也当不了太子 乌鸦就是乌鸦 始终是当不了共产 就是 像你们这般 永远都摆脱不了 农村人的 你我打的闭嘴 我带我弟弟 向他刚才过激的行为 向你道歉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我弟弟刚才的行为过激了 我带他向你道歉 但是 你不能侮辱我弟弟 否则 我就对你不客气 我正好对你不客气 上这个 呀你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 幸亏我他妈当初没娶你 你看看你们这家窝囊样 我女朋友就不一样 我女朋友可是在大公司当副总的 大公司 人安地产 什么 难道你也这里面上班 什么 怕了 我家天赤 小女这辈子都高班不取得来人 啥子 给我过来 你给我闭嘴 别触碰我的底线 底线 就你这样的人 还有底线呀 当时跟我过分的时候 还下回过 落魄的像条狗一样 我姐什么时候 跟这个转发的老男人下回过 你他妈说谁呀 你这个死丫头 信不信脑子撕了你的嘴 我说的就是你这个老男人 一心只想靠女人的汪漫肺 我说你这死丫头 你是不是欠打 我你今天感到我男朋友 我看你他妈今天是不想从这走出去是吧 亲爱的 他们几个在你的地盘上这么嚣张 你一定要好好收拾他们 没事亲爱的你给我等着 喂 我把案给我叫下来 门口有人闹事 六一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你要是像狗一样叫两声 我就放过你 姐 他们太欺负人了 没事妹妹 你还记得姐姐当初跟你说过什么吗 记得 人和猪吵架 是一件很疑狠的事 你他妈骂谁是猪呢 没骂你请不要对号入座 还有猪是很善良的而你不配 大猪大猪别怪你什么你 你什么个傻子你是不是 哎 别不懂 说马哥在这里老师 你来的正好 别让他们给我跑了 嗯 他 别怕别挺着战 瞧你啊欧狼样 那能干嘛 动手 我看谁敢 哎我说你他妈是谁啊 你他妈从哪里蹦出来的 你说不敢就不敢呢 那你拉我干什么 张总 这几个人在自己当事 是王副总叫我下来的 你们几个 我一会再找你们算账 张总 鸡总下来了 鸡总 刚刚在问一手的时候 需要使用在拉 他小姐 从这个 鸡总 这里发生了什么一块的事 你们几个 从今天开始 不用你们几个 从今天开始 不用再来了 你们几个 从今天开始 不用再来了 为什么 张总 我一直都是心心念念的 为什么 因为我看你不爽 够了吗 去财务部给我结工资 马上收拾东西滚蛋 我看你 切的 他究竟是谁啊 他怎么说开除就开除啊 你真是个猪 他是我老板 切的 滚 去吧 把菜给我吃了 六一 你不要得寸进尺 得寸进尺的是你吧 我告诉你 不要看不起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早晚有一天 他会成为你配不上的人 请端着你门 永远看人逼得太多 李总 这位是 他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如果当时没有他的建议四千 就没有今天的我 感谢你当年的物主持人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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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